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是一针一针的画面一样 就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而听完一首歌呢 就好像是看完了一个故事 非常完整又不会乏味 很多歌曲之所以能够获得许许多多歌迷的喜欢 就是因为这些歌曲啊 本身就来源于某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么今天啊 Vito就要带大家来听一听 那些耳熟的歌曲背后 有那些动人的故事 也腐朽了初衷 所以放手 所以隐藏 石头的胸口 不要挽留 不要回头 继继续享受 快乐是容易的 因为短暂逗留 不必换算世间磨合 深爱是残忍的 他不细心研究 你我 痛困在这漩涡 不难以我们 感动彼此是彼此的 过客啊 爱情是个轮廓 不可能自由 把最初的感动 拒细无意的 保留心中 才不容许让 时间腐朽了 初衷 所以放手 所以隐藏 石头的胸口 不要挽留 不要回头 继续享受 花儿哭了 时间错了 没有不舍的 心脏停了 风气死了 爱从此 情感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 是来自 谭维维的 如果有来生 如果有来生啊 这首歌是一个成人童谣 大家可能都听过啊 就表面上 它是轻松 欢快的 讲了一个 设定在来生的爱情故事 但是呢 总有一些淡淡的 这个悲伤的成分在里头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 歌词中这个 不真实的美好和洒脱吧 其实啊 这首歌的歌词内容 它从来没有发生过 你想啊 既不会有透明的衣服 在这个世界上 孩子呢 也不会自己长大 自己远去 这都是女孩子对 就是还没有到来的爱情的那种 不切实际的 纯真的幻想 其实你一直都没出现 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出现 这一切啊 都是我的幻想 所以歌词里 把一切相遇 相处和别离 都说的那么轻松 事实上我们都不可能的 那么随性 那么洒脱啊 我用幻想 写一封信 给未知的你 我知道你不会回信 因为你不存在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所以 那就这样吧 关于这首歌啊 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说是在制作这首歌之前啊 作词人高晓松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矮大姐先生 问了谭未未一个问题 说如果有来生 你想遇到什么样的感情啊 能在什么样的地点 遇到你的那个她呢 谭未未说 我想在大草原的湖边 高晓松又问了 那她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来啊 谭未未说 我想她不穿衣服 后来高晓松又觉得 不穿衣服好像不太矜持 于是就有了现在歌词中 大家听到的 你穿着透明的衣服 给我一个人唱歌 我也一直以为啊 就是作词 其实是一件非常费脑筋的事情 但是原来一首歌的作词过程 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无聊嘛 我看见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 躺在高高的古堆上面笑着 我穿过金黄黄的麦田 去给稻草人唱歌 等着落山风吹过 你从一座脚窝的小镇经过 刚好屋顶的雪 化成雨飘落 你穿着透明的衣服 给我一个人唱歌 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 就剩一个娃娃 她会自己长大远去 我们也各自远去 我给你写信 你不会灰心 说好了吧 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 就剩一个娃娃 她会自己长大远去 我们也各自远去 我给你写信 你不会灰心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词曲 盪鹏 小小 пожалуйста 《10526 》 如何走过荒岛 向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孢炉 如冬天险电路相守 拥抱跟天对岛 无论有几高就遇着路 隔绝陈族只想要跟你可踪路 来阔昌那地逃避 水好步都只想你好 恨共你沿途来怕天低 不用机会 总想留言全行为 留住你旁人如何过不可一世 问我亦无归 有你可失离我一切 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想 倘身命仍能为你滑出去 千夫所治理 是你等不等对 仍还受力争彩 谁敢随 几多对 能够几多真实 能抽 这首天梯来自All Star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非常地理解 只是单纯地觉得这首歌的气势还挺悲壮的 之后也没有把这首歌拿出来戏听 直到几年之后啊 李克勤在《我是歌手》的这个舞台上翻唱这首歌 并且让这首歌又走红之后 我才发现天梯背后戴琴故事原来是这么的感人 在半个世纪以前 在中国重庆西南部边陲的千年古镇 将近中山镇里 年番二十的男孩刘国江爱上了大他十岁的寡妇徐朝青 为了躲避世人的流言 他们在一个清冷的月夜 携手私奔到了海拔一千五百多公尺 一个无人涉足的深山老林里 在此后的五十多年时光里呢 他们就这样相濡以沫 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纯粹的爱的生活 刘国江为了保证徐朝青出门的行路安全 就用自己的双手在峭壁上开槽出了六千级的实体 徒手营造了属于两个人的爱情家园 这个故事在2006年曝光并经媒体大肆报道之后 在全国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原位老人还曾被评为2006年 首届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他们的故事也在同年被评为 中国十大经典爱情故事 而这段位于深山密林的六千多集爱情天梯 也一度成为众多情侣们朝败的圣地 知道这个爱情故事之后啊 回头再去听天梯这首歌 听到千夫所指里 谁里登不登对 仍玩手利尽在世间兴衰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想冲到作词人面前 卸上自己的膝盖啊 写得简直太贴切了 而且我每次再听到天梯 也都还是会想起这两位老人 勇敢的爱情的故事 世俗的留言呢 固然是尖锐的 但是那又怎样呢 最终还是爱胜了一切 不过你如何做世界之罪 潜负所自来 谁里登不登为 仍玩手利尽在世间兴衰 几多对 能到几多精髓 能参加去 血力也要为爱尽随 抱紧一生美国类 几多对 持续爱到几多岁 当生命 仍能为你哭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要黑了吗 要告别了吗 能不能多留一下 别管那么下 反正我比你更熟悉 那海岸 没有你陪我也得回家 你不舍得吗 你会想念吗 如果想到我会哭 你会心疼吗 有谁来教我 我忘记你的方法 你的笑啊和你的泪啊 还有些红灯晚霞 所谓的宽容坚强 我做不到啊 往后的寂寞年华 怎么去笑话 我没有给你翅膀 你为什么要飞翔 剩我一个人 听他们劝我 你在殿堂 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曲 是来自林佑佳的《早开的晚霞》 实不像吗 我一直以为这首《早开的晚霞》 唱的是一对恩爱的老夫妻的 其中一方去世之后 另一位老人悲痛的心情 但是呢 就偶然在一个去年 就很轰动 轰动全国的杭州保姆动火案 《怀念遇难的妈妈和三个孩子》 的视频里面 我又听到了这首歌 视频里呢 出现了林爸爸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 孤苦无依 那个画面简直把我看到泪崩 也是那个时候呢 我才知道 原来《早开的晚霞》 讲的是一个爸爸 失去了自己女儿的故事 而《早开的晚霞》 背后真实的故事 和原唱林友佳 还有些关系呢 林友佳刚出道的时候 有一位年轻的女歌迷 在去给自己的爸爸 买父亲节礼物的路上 出了车祸 就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当时林友佳 还有去医院看她 看完过歌迷之后 在当天的广播专访中 林友佳气不成声 后来这位女歌迷过世了 林友佳为了表达 自己的一份心情 在迷宫演唱会上 又唱了《天使的侧脸》 非常的感人 在专辑《神秘嘉宾收歌》时 林友佳听到了一首 自己很喜欢的歌 会与作词人陈兴婷先生讨论 说希望能够完成一首 描述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 伤痛的歌曲 也算是她对这位女歌迷的 遗憾怀念 可惜歌词写好了 却发现这首歌的音乐版权 却被别的公司买走了 而且已经被别的歌手演唱 并且发行了 三年之后 华妍终于又从作曲者的手中 重新买到了这首歌的版权 并且完成了 这首早开的玩家 各种所描述的 或许是当父亲的 对着十几岁早逝的女儿 那个来自身体最生气的呼唤吧 晚些的我的黑发在哪里落下 走开的你的夕阳 美得不像话 好短短在我腰里流浪到什么天堂 若我想抱你要怎么到达 所谓的宽容坚强我做不到啊 往后的寂寞年华怎么去消化 我没有给你准备 你为什么要飞翅上身我一个人 听他们劝我 你在殿堂 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Klaus 这首歌的原唱索比赫 在17岁的时候被确诊 罹患骨癌 年轻的生命只剩下了三个月 而索比赫为了继续自己成为一名歌手 和音乐家的梦想 就写了这首轻快励志的歌曲 Klaus 送给了所有的亲友作为一个纪念 我第一次在随机播放的时候 听到这首歌 就被这个歌曲里面 轻快悦耳的旋律 还有歌手温暖的声音给打动了 但是之后深入了解到歌手 竟然是一个只剩下三个月生命的 17岁的孩子 这强大的反差 让我在听歌的同时震惊 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接下来我就找了他的纪录片 《我最后的几天》去看 看完纪录片之后 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 每个旋律都让我非常的心透 了解之后才听得到 这首歌背后呢 淡淡的无奈和悲伤 索比赫是世上最幸运 但是又最无助的人 他拥有世界上最幸福的家庭 但是上帝没有赐予他 享受这份爱的时间 想想自己如果是他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像他那样 活得那么坦然吧 我们也许会哀叹生活的不公 会自怨自艾 甚至放弃治疗 而索比赫却完美地演绎了 现实版的遗愿清单 而他的那张清单里 就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成为一名歌手 写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这首歌曲完美地诠释了 他对于死亡的态度 对于他来说呢 死亡就像攀爬到了云端 看到了所有美好的东西 他不会觉得鼓赞 因为他知道这分离是转暂的 之后会和亲友 在这个充满欢乐的天堂 再度一起遨游 索比赫已经在2013年的 5月20日离开了这个世界 让我们再为他祈祷 在云端可以生活得更加幸福一些 I had a little bit mor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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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ould go up, up, up And take that little ride We'll sit there holding hands And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right And maybe someday I'll see you again We'll float up in the clouds And we'll never see the end We'll go up, up, up But I'll fly a little higher Go up in the clouds Because the heat's a little nicer Up here, my dear It won't be long now It won't be long now 其实我怕你总夸张高估我坚韻 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 无人及我用自觉从拾尿你信心 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 其实我想当中崩溃脆弱如恋人 谁在你两地中低得不需要身份 无奈被你拾穿这个念头 得到好处的你明示不想失去绝世恐有 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何去 互相祝福生缘之制或者将我问何去 我痛恨成熟度不要你望着我流泪 坦飘良笑下去彷彿冬天饮雪水 被你一贯的赞许 及不配爱下去 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惟 今天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 是来自谢安琪的《钟吴燕》 今天Vito和大家分享了几首带着故事的音乐 但是因为Vito不是专业的音乐发烧友 所以知道的比较有内涵呢 有故事的音乐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能回想起这几首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听一首歌的时候 都是能够在这首歌曲里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故事的 但是不论这首歌曲所讲述的故事是否真实的存在着 但是这个故事的确很好地成就了这首歌曲 不是吗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我是Vito 让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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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